董哥 等我聲音好的時候就唱大音 我再跟吳宋老師學一下再來唱 在這裡今天很開心 我真的被老師感動 其實我從議員到立委27年 吳宋老師其實在這個歌唱一處寫會付出很多 然後都是苦幹實幹 跟我們一樣都是苦幹實幹 然後結合很多的好朋友 一起一場一場的辦 然後結合很多的議員的協助 然後在每個地方 我們的歌聲唱給大家聽 然後也透過很多的活動 讓歌唱變成一種藝術 所以宋老師真的很辛苦 我也想跟他說 我們能夠幫的其實很少 可是只要能夠做的我們都願意 所以在這裡祝福今天 我們的整個活動 歌唱比賽 我相信我們都跟自己比賽 每一場只要比自己更好 每一場只要比我們前一次的比賽 成績更好 那就是成功 祝福大家 也祝福大家有一個很快樂的 星期六的將日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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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北盲之中特地來 對 立委他知道我們對台灣歌謠的這樣的付出跟奉獻 所以我希望這一次的比賽能夠掀起一個波瀾 讓各界了解到歌唱藝術學配的努力和用心 但是有時候只有我們 我們國職業在混亂 我希望台灣文化這個 我們大家要共同的支持 大家要教育我們的陣容 好 好 台灣歌謠 開始須要 立委和大家 待會慢慢一起鼓勵 也要參與 對 大家一起努力 台灣歌謠真的就是台灣文化的一波波 尤其台南的立書西法棠 我相信我們可以用歌謠 台灣的歌謠 台南的精神和唱歌 我覺得這個意義更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起加油 有需要我們的地方 我們絕對是大家的志工 沒有問題 我要向立委和各位報告 平國九十八年 我們的亂 那種叫這個亂 立委 你看 立委 等一下 九十八年還沒有大選市長 我們在陳舊木板 一國擴大 看到我們台灣精神的演唱會 我們的第五百項 現在已經一千三百項了 你看立委那次 立委還沒做市場 他就來到我們這個 台南市政府西策廣場 那個人 那時候那個人 幾萬多 沒辦的 然後他就說 喔 這做公司 放得這麼大 他一定要加倍支持 導力支持 這就是我們 一十年 滾在一起 現在已經做到總統了 但是我 沒有想到什麼 我都一步 一腳印 做到現在 骨頭去雷 一直雷 我們的康船就是 像台湾水 對不對 拖 對不對 我今天希望 我們國際 跟我們一起鼓勵 讓我們越來越好 大家幫助我們來來社會 越來越好 這樣更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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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位有幫忙嗎 好 我們謝謝 陳妍 陳立委的立委 謝謝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也要救我們人民 也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我們讓我們一起鼓勵 讓他更上一層 好不好 好 謝謝 歡迎加油 加油 我們有履歷履歷 往前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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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麼簡單的比賽 好